带着球队往前走 当然我们如果要往远的说一点呢 就像我说意大利对曾经有一段时间 始终也提不下去 比如说1934年1938年 两届世界被意大利缠连 当时他的独裁者莫索里尼 拿枪指着队员的脑袋 要么胜利要么去死 天哪 就莫索里尼当时为了证明自己 法律思主义的胜利 他想让意大利队在主场夺冠 那是1934年第二届世界被 采用什么方式 全世界范围内的球员 只要你愿意加入意大利级 你就可以代表国家队踢 所以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的亚军 阿根廷队有三个主力球员 改成了意大利级 我的天哪 然后那一届莫索里尼自由的任命裁判 所以裁判都向了意大利队 意大利最后夺冠了 之后国际足联马上定了两条规律 第一 世界杯比赛裁判 要由国际足联财委会指定 第二 一个队员只能代表一个国家队踢球 你是这两招对谁 都针对莫索里尼 那1938年法国世界杯 莫索里尼想继续夺冠 那么他也是逼队员的方式 反正还是给你排电报 要么胜利要么死亡 所以最后决赛的时候 这个意大利队战胜的薰安利队 薰安利队队员输完球都乐了 说我们虽然输了场球 却拯救了23个人的生命 就所以说意大利当年这两次蝉联 在我看也根本不应该算数 所以后来意大利 他在踢球过程当中磕磕绊绊的 可能也是还债 那同样你说阿根廷 今天这种踢法 我是觉得冥冥当中就替当年还债 你说当年马朵那那挺干净 不就会上帝之手吗 我说的不是耐劫 我给大家讲一个阿根廷的历史上 到现在为止有争议 但是基本可以确定 这个冠军是有问题的 1978年 阿根廷本土的世界杯 那一届是我 在电视里看到的第一届世界杯 1978年 当时我还很小 跟着我父亲早晨迷迷糊糊 看黑白电视 就记得满天纸条往下飞 决赛 当时阿根廷3比1战胜了荷兰 阿根廷当时的队长是肯佩斯 也是一代球星 当时78年 在布伊诺塞利斯 在阿根廷进行这届世界杯 他的赛制很独特 就这一组里头 两个上去的 另外那两个就连最后争的戏都没有了 就你比方说这小组前两名 你们就争惯去了 后边这俩呢 压根后边比赛都没戏了 那么这一组里呢 阿根廷 波兰 秘鲁和巴西 毫无意味巴西是劲敌 其实当年秘鲁很厉害 秘鲁队在70年代两多美洲杯 那时候是秘鲁队的巅峰时期 这样呢 如果阿根廷队对秘鲁 打出4比0以上的比分 就可以通过竞胜球 把巴西挤到小组第三 巴西就出不了线了 最大的障碍就扫除了 可是当时毕鲁队的实力 一点不比阿根廷差 甚至还得占上风 很多人认为这不可能 结果阿根廷对毕鲁的比赛 打出了6比0 这场比赛呢 毕鲁上了四个 前面一回没上过的踢补队员 还把一个后卫改成前锋 在前头踢 两脚面对阿根廷空门 是没打进 那打了个6比0 结果这个球 很多人都觉得 这是背后使的手脚 隔了23年之后的2001年 这个当年毕鲁队队员 出了本书 把这秘密揭开了 那个时候阿根廷在1976年 是军政府的首脑 叫豪尔克魏蒂格将军上台 阿根廷的军政府呢 包括我们知道 在打了这个 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海战 那个时候 当时的阿根廷军政府 说那些加尔提里 就是阿根廷这个国家呢 一旦要出现一些动荡 那军政府就出面 来收拾残局 然后就进入一个独裁阶段 那么这个豪尔克魏蒂拉将军呢 他在掌权的时候呢 也怕国内的有乱子 谁不服 所以他用很强力的手段 来镇压各种一级的政见人士 那么这时候 他也想通过七八年 在本土设备夺冠 来这份民族精神 让他的声望提高 这跟当年莫松里面 想法好像没什么两样 那么这时候 他为了能够把巴西挤掉 这时候毕鲁军政府 统治也面了一堆麻烦 毕鲁也缺钱 都维持不下去了 这时候魏蒂拉将军就说 我给你毕鲁啊 五千万美元的无息贷款 五千万美元七八年 一大笔数了 然后呢 你毕鲁国内不闹灾荒吗 我通过海上运输了 三万五千多的粮食给你 然后你毕鲁放水 给我这场球 你听着阿恩廷这冠军 最后三笔银和懒 光彩吗 不光彩 但是你别忘了 他同时揭露了另一件事 就天下乌鸦一般黑 当时巴西都是也想做这文章 也跟毕鲁说 你要能扛住阿根廷 你不用多了 你就去零米三输它 往下 我们都给你钱 用什么呢 说我们没那些钱咋办 没有阿根廷有钱 好 我们旅游热内卢啊 首都这会儿有一片土地 荒岐地段 老值钱了 你们要放水 给我们死磕阿根廷 我们这块地给你 卖的钱都给你钱的 说巴西也派人去诱惑毕鲁去 所以你听到这 你就知道什么叫天下乌鸦一般黑 当然毕鲁这个军政府这块 跟阿根廷军政府联系更紧密 所以最后放水给阿根廷 所以我想你想一下 历史上出现这样的事 我觉得冥冥当中 会对现在的各个球队 也是有影响的 你过去造的灭 咱说负债子还 不可能到现在 你就干干净净的 所以我说这些阿根廷 那很多悲情情节 恐怕也和这些历史 甚至和马尔多纳 那个上帝之手 都有直接关系 原来这些背后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